国际方面 以色列6号成功发射一颗电光侦察卫星 以色列国防部称 卫星将用于监视伊朗的核活动 这颗具备先进能力的电光侦察卫星 名为地平线16号 当天凌晨 在特拉维夫以南的帕勒马西姆空军基地升空 进入预定轨道 以色列国防部航天卫星局局长阿姆农·赫拉利说 当天的发射非常成功 卫星已经向地面指挥中心传回数据 他同时称 这颗卫星将和此前发射的一些卫星 一同用于监视针对以色列的一切威胁 提升了以色列军方搜集情报的速度和深度 据美联社报道称 过去30多年里 以色列共发射至少十几颗间谍卫星 但不清楚目前还有几颗在运行 以色列方面按照惯例不公开这些情况 虽然伊朗方面暂未对此进行回应 但伊朗近期也是军事动作频频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近日表示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外修建了一批地下和近海导弹城 伊朗整个2200公里的南海岸线已经配备了各式武器 伊朗将决定何时展示这些导弹城 坦格西里警告说 敌人知道伊朗有地下导弹城 不过并不掌握精确信息 而通过这些武器 伊朗能够精确定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舰船 伊朗